最近收到很多大家发给我的私信和留言 都是关于相机选购时的困扰 那基本上就是围绕在富士XS10和XT3上 我呢很理解您这个纠结 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 到底该选择谁呢 这两台相机最大的区别呀 恐怕就是戴不戴机身防抖了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机身防抖到底有没有用呢 它能为您的摄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的第八集夜景摄影的终极教程已经上线 详细的讲解了手动包围曝光的拍摄方法 在城市摄影中啊 对焦点到底该落在哪里 以及什么是超焦距 如何利用好它来获得超大的景深 让照片清晰锐利 这次呢我演示了使用Photoshop后期照片的全过程 包括增加细节锐度的小妙招 欢迎加入和观看 防抖的直观效果呢 简单来说就是本来可能会拍虚的照片 有了防抖啊就可能不会虚了 这通常呢是因为快门速度非常的低 已经超出了可以手持端稳的范围 因为我们拿着相机啊 很难保持长时间移动不动 那造成快门速度变低的原因呢 是有很多的 外界因素来说呢 就是环境光线很暗 就算是使用了大光圈和很高的ISO 仍然没能提高快门速度 那自身的因素啊 就是这个手端的不是很稳 那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 十分的不稳定 可能吃饭前端不稳 吃饱了饭就端稳了 特别是在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呢 就更容易拍虚端不稳了 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一个小广场 然后呢 使用的是这个 富士XS10 加上70-300的这样的一个长焦镜头 我现在设置为光圈5.6 然后呢 ISO用一个200 咱们出门旅行拍照片啊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白天 要是拍这样有阳光的场景呢 机身防抖功能并不能很好地 体现出它的作用 或者说呀 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光线足够亮 快门速度呢 就不会特别的低 例如这张照片 三百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 在使用70毫米端拍摄的时候呢 毫无压力 但是同样是白天 我站的位置呢 也没有变 只是换个角度 拍摄的对象 如果是背光 或者是处于阴影中 它的光纤亮度呢 就明显不如刚才 阳光直射的区域了 快门速度呢 就会下降 变成了一百六十分之一秒 所以啊 您看所谓的环境光线变暗 并不仅仅是我们想象中 室内是暗的 室外的阴影也有可能很暗 比如我在树下拍摄小松鼠 明明就是白天 但由于树叶非常的茂盛 挡住了直射的阳光 松鼠呢 完全处于阴影当中 使用215毫米的焦段呀 快门速度降低到了八十分之一秒 由于快门速度太低 就有了拍虚的可能性了 使用带有防抖的机身和镜头呢 相比没有防抖来说呀 可以有效的提高几率 获得更清晰的画面 但是呢 这也不是百分百成功 就算是连拍这么多张 也就只有这么一两张没拍虚 所以有了这个防抖的加持啊 就可以让我们在低速快门的时候 获得比以前更清晰的画面了 可是明明可以使用高速快门 为什么非要用低速呀 这个呢 有可能是故意想使用低速快门去拍摄 那也有可能呢 是忘了看参数 不小心使用了低速快门 当这个快门速度变低 会有什么好处呢 诶 可以使用更低的ISO 减少噪点的产生了 二呢 是光圈可以适当的缩小了 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景深 三呢 是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啊 可以更容易操控的 不容易拍虚 再有啊 第四就是可能需要追求一些特殊的拍摄效果 比如在街头拍摄行人 可以稍微的虚化 营造那种动感的效果 那没有防抖功能的富士XT3在今天就不值得购买了吗 这是我在去年的设备盘点视频里边啊 聊过的一个思路 我在购买这个第二台XT3的时候 实际上呢 已经推出了带有机身防抖的新一代产品XT4 但是啊 我依然选择了这个XT3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当时价格非常低 而是对于我平时拍摄的题材来说呢 手持的机会并不多 虽然大多数时间啊 都是日落和夜晚这种暗光的环境 但是啊 可以说95%以上的时间呢 我都是在三脚架上拍摄的 防抖功能呢 我都是常年关闭的状态 所以呢 也就用处不大了 您在选择的时候啊 不妨也思考一下自己使用的环境和拍摄的题材 如果手持的拍摄比较的多 比如旅行和街拍这种逛着拍的 那么防抖功能对于您来说还真是挺有帮助的 特别是刚接触摄影 对快门速度的把握呀 不是特别好 防抖功能呢 可以为您降低拍虚的风险 但是呢 如果您和我一样 喜欢拍摄风光和延时这类 常年用三脚架 那么XT3是不是也就够用了呢 我在之前的评测视频当中啊 对比过这个富士XS10和XT3的画质 它们虽然用的是同一块的传感器 画质呢还是会稍微的差那么一点 但是呢也不是特别大的差距 毕竟啊XT3可是上一代的旗舰机型 如果您对防抖很依赖 又想要拥有很高的画质 那么选择XT4就对了 这就是我在这三个相机信号之间呢 如何去做选择的一个看法和购买的小建议 光圈优先模式呢 可以说是一个几乎万能的拍摄模式 大多数的拍摄您都可以用它去完成 我在拍摄这个小测试的时候啊 用的也是光圈优先模式 但是呢在这个模式下 相机的快门速度可就由不得您了 它是由相机自动判断的结果 所以说呢很可能就会突然变得特别的低 没有被自己发现 那拍出来啊就虚了 相机机身有防抖 再加上这个镜头的防抖呢 它是一个双重保险确实可以加大成功的几率 但是呢绝不保证百分百不虚 所以说呀安全快门的概念呢要记牢 任何低于这个安全快门的快门速度 您呢可就要提高警惕了 随时就有拍虚的风险 所以啊在您使用光圈优先模式的时候 记得按下快门之前呢 看一眼这个快门速度 特别是在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环境光线非常暗的时候 我呀还真的是真心推荐您去尝试一下快门游显模式 锁定这个快门速度在安全快门上 那无论您的相机镜头有没有防抖 怎么拍都不怕拍虚 关于这两个模式的详细讲解呢 您可以看一下我做过的曝光的隐秘法则 和防止拍虚这两个视频 另外呢您别忘了在相机当中啊 要打开这个防抖功能才行 在菜单当中的拍摄设置找到防抖模式打开它 在XS10的菜单当中啊多了两个选项 您会发现呢它有可能是灰色的无法选择 那是因为在ISO锁定在任何数值的情况下呢 它就没有办法被选择了 需要将ISO放到自动挡 这两个模式呢就会自动的解锁了 而在XS10当中呢是没有这两个选项的 我猜啊它是机身防抖带来的特殊福利吧 这两个模式呢主要是用来拍摄移动物体的 做这样一个小测试呢 希望能够帮您解答一点困惑 闹清楚自己该买哪台相机 要我说呀看哪台顺眼就买哪台 毕竟啊这是以后每天都会带在身上的小玩意儿 喜欢呢才是最重要的 以今天的科技水平呢 没有很差的相机各有各的特色 自己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呢您也别忽视摄影后期的重要性 点击我的频道18个Lightroom教程和22个Luminar教程 帮您解决后期难题 这么多精心制作的教程还都免费 您看多划算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每周分享一个旅行摄影相关的内容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